生化背景跟製作提琴的關係是在怎麼樣 就是因為林老師他本身有生化的背景 所以說他會認真的去研究那種 比如說剛剛講的漆料 甚至說木頭上的表面上的手作 或是那種用機器做 他的差異度在哪邊 那林老師他有做了一個化學的直接的去觀察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那上面的部分其實是機器下去製作那個木材的方式 做的那個表面上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我們肉眼看都是一樣 可是如果透過顯微鏡來看的話 他的那個木紋就是木頭上的那個表面上的那個 你們會看到非常的不均勻 那下面那個還是用手工的方式下去處理的 所以說他的木紙的那個結構 他其實是非常的均勻 那這種肉眼看不到的東西 那你表現的這樣的均勻 相對你出來的那個音色就自然會比較遠 那就是他讀深化背景比較有優勢的地方 他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驗證說 那樣做的是不是真的是正確這樣子 這是用那個電子顯微鏡去看嗎 對對對 哦 這樣 那可是用手工跟用這個機器是有很大的時間上面的差異 那難道沒有辦法就是說有雖然是用機器 他是 他是可以說很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不規整的一個失利的狀況 他不是說 哦 你固定 那機器的話 他一定是整片這樣跑 他的曲度多少就是這樣跑 那就我了解啊 他們製作的時候 甚至跑過一次以後還要再等 等一段時間再繼續跑第二次 那以工業環境來 現在的那種經濟規模來講 其實是這種大量機器產出的東西 他其實是不允許這樣子來等待 因為包括這種木材的原料 他其實那種鷹乾還是什麼 那個其實是有些都需要實踐 那機器量產的東西的話 他講求一個經濟規模 他才購買那些機器生產才有那個成本的 就是成本才會划算這樣 所以說 手作各有各的市場區域 對 所以說一把提琴 手工提琴的話 如果說又是鼠琴 甚至上百萬美金都是有可能 那你如果說是用機器 可能有可能兩千塊新台幣就買不到 那其實這件差異其實是落差非常不大 嗯 嗯 了解 好 謝謝你 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現在 我們現在要這麼多人吃 啊 好的好的 好 謝謝你 不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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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